第三音一章 欺骗者项链 聂岩在官网上搜索了一番 寻找一些关键词 比如贝内特 菲娜斯女皇等等 上面有一条关于菲娜斯女皇的介绍 菲娜斯女皇是一个古老部族的掌权者 这个部族崇拜之珠 经常在地底生活 属于中立邪恶生物 它们经常袭击其他种族 不管是人类 还是地底的黑精灵 堕落人类 都被它们视作食物 它们是一群尝着尖锐恶刺的食人族 外界将它们叫做诸人族 这是一小段背景介绍 聂岩只是大致看了一下 一个又一个的学人守卫倒在了地上 尸体铺了一路 整个团队的节奏显得十分有序 众人稳步推进 很快的 二十多分钟之后 场上只剩下最后一个的学人守卫 这个的学人守卫 虽然也是五十级精英 但是通体血红 其他地学人的皮肤更偏向于青涩 能够看出些许的差异来 这个地学人守卫 跟普通地学人守卫有点不一样 可能是人物怪 璀璨刀光在一旁道 他手中的重盾 一个盾机攻击在那个的学人守卫身上 措之怒吼 璀璨刀光爆喝了一声 吸引住地学人守卫的仇恨 后面的一众法师们 一个个魔法 朝地学人守卫攻击了过去 聂岩绕到地学人守卫的背后 泽恩纳德之剑不断挥砍 一个个五百多点的伤害数值 从地学人守卫的头上飘了起来 倒到魔法 在地学人守卫的身上爆开 火星四剑 璀璨刀光慢慢将地学人守卫 拉到了不远处的大片空地上 众队员们散落在各处 在场总共七个战士 一个圣骑士 三个盗贼 六个法师 两个牧师 总共十九人 团队的比例战士有点偏多 但也还算合理 战士多了 有一点好处 就是前面的人墙比较厚实 地学人守卫 在中间不停地冲撞 试图撞开包围圈 但是一众战士们 位置卡得极好 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 在一众队员们的持续输出之下 地学人守卫的血量 渐渐逼近了二十的警戒线 只见地学人守卫怒吼咆哮了一声 身体不断长大 通体变成了鲜艳的红色 妖艺无比 地学人守卫挥动长矛 一个阵机出手 璀璨刀光等人被阵晕 退了出去 只见地学人守卫施展阵机的一刹那 聂言一个疾风部 夺掉了地学人守卫的阵机 地学人守卫将璀璨刀光 水色烟头等人 冲撞地退了出去 然后挥舞长矛巢 一众法师们扑了上去 聂言漠然出现在了地学人守卫的身前 手中的闪光尘烹的一声炸开 啄目的光线四射出来 地学人守卫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他的眼睛很小 势力本就不怎么强 被闪光之尘这么一招 眼前更是一片漆黑 如眉头苍蝇般乱撞 聂言的闪光之尘 用的可谓是恰到好处 若非他的及时反应 地学人守卫 可能已经开始追杀后面的法师了 这个精英好彪悍 众人不由地感慨 他比之前那几个精英地学人守卫 难对付多了 一众法师们赶紧散开 地学人守卫 从目盲状态中恢复 只见又一道闪光尘 在他眼前炸开 地学人守卫 继续陷入了目盲状态之中 两个闪光尘 还是有效的 到第三个闪光尘 可能就没什么效果了 众法师们爆发出了强大的输出 尤其是唐妖等人 魔法攻击几乎没停过 刀光等人这才从阵云中苏醒过来 朝地学人守卫聚拢过去 围堵住地学人守卫 地学人守卫的血量不断往下掉 终于逼近了底线 他快挂了 大家动作快点 聂严在对辽里喊道 一众队员们加紧了输出 只见唐妖的最后一道魔法 在地学人守卫的身上爆开 地学人守卫 发出尖锐的惨叫声 全身通红 脑袋不停地长大 就像一个气球 大家快闪 聂严突然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聂严 璀璨刀光等人 立即四散 朝外面狂奔 地学人守卫身体越来越古 终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砰的一声爆开 血花四溅 鲜血喷射了出去 一股血流的风暴席卷了众人 将包括璀璨刀光 水色烟头在内的五个战士 一扫而尽 距离很远的法师们 也感觉到了一股强劲的冲击波 只见中央地学人守卫的尸体上 出现了一个妖艳的家伙 他全身赤裸 双手就像蜘蛛一样 尖锐且不满 坚硬的绒毛 两个嘴夹旁边长着尖锐的钩刺 他竟是寄生在地学人守卫的身体里面 除了这些奇异的特征 他的其他地方跟普通人一样 看到距离最近的 没有被地学人守卫 自爆波及到的聂岩 他立即扑了上来 他的手便是最犀利的武器 这就是那传说中的猪人族 他的移动速度极快 转眼之间便到了聂岩的身边 看到这个猪人扑上来 聂岩一个阴影五步 消失了踪迹 砰砰砰 外面几个法师的魔法 在猪人的身上炸开 猪人飞逆 五十级精英 血量二零零 二零零 他的血量很低 只有两千二百 但不知道攻击怎么样 他正转头转移目标 只见不远处的冷傲影城 喝了一声 冲上来一个盾机 砸在了他的身上 他被强大的撞击力 砸得倒飞了出去 只见他轻盈地落地 速度极快地扑向其中一个法师 他手中的尖刺一次麾下 那个法师九百多的血量 被一贯到底 倒在了地上 他才稍稍停顿片刻 孽人手中的 闪光之沉烹的一声爆开 刺眼琢磨的光线 令他的动作顿了顿 眼睛一黑 茫然失去了方向感 只见孽人手中的匕首 到了他的喉咙上 一个抹喉 血光蹦践 一个五百多的暴击伤害 从他的头上飘了起来 还有一连串的火焰伤害 出血伤害 抹喉完毕 又是一个被刺一个踢骨 唐咬等人的魔法 也不断地轰击在他的身上 他的血量瞬间少掉了大半 他回身攻击聂岩 聂岩 一个影之五步 躲掉了他的攻击 施展消失技能 前行消失 只见一个个伤害 从猪人菲妮的头上飘了起来 他的咆哮着 想要寻找聂岩的踪迹 目光锁定了位置之后 朝前行中的聂岩 扑了上来 被发现了 聂岩赶紧朝外面跑 他每奔跑一段距离 躲避一段时间 队员们便能多输出一回 出血伤害和火焰伤害 能够持续更久 猪人的血量不断地往下掉着 他开始了对聂岩的追杀 很快地逼近了聂岩 右手的尖刺 朝聂岩的后背扎了上去 猪人的血量 仅剩下五百多 眼看着尖刺 从后面直逼而来 聂岩朝旁边一个跳跃翻滚 躲避了他的攻击 爆喝了一声 要害攻击 聂岩手中的匕首 划过猪人的咽喉 跟猪人错身而过 动作犀利果掘 猪人的移动速度 和攻击速度远高于聂岩 但他仍能凭借自身的反应 躲避掉猪人的攻击 并发动反击 这对普通玩家来说 是无法想象的 聂岩的要害攻击 对猪人造成了 三百多点伤害 由于泽恩纳德之间的 忽视等级效果 即便面对五十级的怪 他的攻击伤害依然很高 比这些四十多级的队员们 亦高了不少 砰砰砰 五六道魔法在猪人身上炸开 血量所剩无几的猪人 终于倒在了地上 呼 这家伙太难缠了 聂岩松了一口气 看到猪人倒在地上 唐瑶等人紧绷的心弦 终于放松了下来 他们看到猪人追杀聂岩 一个个心惊肉跳 几个近战都帮不上聂岩 他们几次都以为 聂岩要挂在猪人手里了 没想到聂岩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还对猪人造成了这么高的伤害 带头大哥七仔 和十里化沙走了过来 聂岩看了一眼这一地的尸体 倒 把他们都复活过来吧 将这些队员复活过来 他们才能继续前进 能干掉这个猪人真不容易 看看出了什么装备 唐瑶道 这个猪人这么难缠 出的装备应该不会太差才对 而且很可能有什么任务物品 聂岩看了一下 猪人的尸体旁边掉落了几件装备 他弯腰将地上掉落的装备 拾剪了起来 总共三件物品 其中一件是奥数法师的配饰 另外一件竟是一条项链 这是一条比较奇特的项链 项链是由灰色的金属制作成 前面坠着三枚尖锐的牙齿 看起来倒有几分古朴和别致 聂岩看了一下这条项链的属性 欺骗者项链 按金 特殊物品 需求专注50 隐藏30 物品属性 该物品分为两种状态 一种为善良手续状态 一种为邪恶手续状态 切换善良手续状态时 该玩家显示为善良阵营 切换邪恶手续状态时 该玩家显示为邪恶阵营 使用该物品之后 全属性30 持续时间为3小时 技能冷却时间为一个自然日 该技能可以被某些技能辨认 使用者限定 5 看到这件物品的属性 聂岩眉心一跳 好东西 他清楚这样一件物品的价值 第312章 大盗贼技能书 在遥远的地底 有着另外两个国度 那是邪恶阵营 善良阵营玩家 去邪恶阵营那边 属性会下降一大截 而且双方是敌对的 如果一个善良阵营的玩家 出现在邪恶阵营的地盘 会被邪恶阵营玩家围攻 两大阵营之间战争不断 希尔顿要塞 每年都会迎来大量的地底魔物 除了希尔顿要塞之外 玩家们还可以通过很多地底通道 进入邪恶阵营所在的地界 卡罗尔城 发布的很多高奖励的任务 都要到邪恶阵营那边才能完成 作为一个善良阵营的玩家 进邪恶阵营区域去做任务 其难度可想而知 除了要面对大量邪恶阵营玩家的围攻 碰到邪恶阵营的NPC也是非常危险的 有些邪恶阵营的NPC 可以轻易虐杀善良阵营的玩家 但是有了欺骗者项链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可以用欺骗者项链转换阵营 摇身一变 变成邪恶阵营的人 以邪恶阵营玩家的身份去做任务 当然使用欺骗者项链 也可以被人窥破 比如真实之眼之类的技能 这条欺骗者项链的效果 必须要欺骗者项链上的欺骗效果 持续三小时才方便做一些任务 这条欺骗者项链 对于一个不去邪恶阵营地盘的玩家 可能没什么用 但是聂言知道 很多要去邪恶阵营才能做的任务 欺骗者项链这种宝贝 就能发挥作用了 以后他去邪恶阵营的次数肯定会很多 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弄到了一条欺骗者 这回赚到了 聂言看向众队员们问道 你们谁需要这条欺骗者项链 虽然他有需求 但是作为工会会长 总不能闷不吭声地 把这件装备给占了 这条项链 我们貌似用不着 堂摇到 他一看到属性这么复杂的装备 就头疼了 两阵营间互相转换 没有属性加成不说 还要降属性 能有什么用 聂言看向水色烟头 璀璨刀光等人 水色烟头摇摇头道 我们暂时用不上的样子 以后要用到了 再向你借吧 他们多少能看出这件装备的作用 不过去邪恶阵营的机会 毕竟是很少的 即便去邪恶阵营 也未必用得上这件装备 那这条欺骗者项链 我拿了 你们需要的时候 再跟我说 聂言正准备给一众队员们 发工会贡献 工会贡献就免了 水色烟头拦住聂言道 他们这群协议成员 还要什么工会贡献 他们的装备 都是直接拿工会的 连马匹也是工会给配备的 在一众队员们的强烈要求下 聂言这才放弃了 除了那两件装备之外 还剩下最后一件 聂言拿起那件东西 这是日记的残片 上面有一些零碎的文字 看了一下 是一些断断续续的话 我是如此痴迷地 爱着菲娜斯女皇 她的容颜 深深地硬刻在我的脑海 她是那么动人 她无暇圣洁的身体 如璀璨的水晶一般 可惜 她是高高在上的女皇 而我 却只是她卑微的宠物和奴隶 一个地学人 卑微者也有爱情 一句卑微者也有爱情 让聂言心中有所触动 前世的聂言 何尝不是卑微的 那时的她 也在执着地守候着自己的爱情 今世的光芒夺目 正是重生之后的破茧成蝶 聂言大致里轻了一些思路 看来剧情是围绕 地学领主贝内特 和菲娜斯女皇展开的 至于接下来的剧情会是如何 还要继续往下看 寻找剩下的日记残片 不知道这个任务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对付得了那个地学领主吗 璀璨刀光问道 一个普通的精英级地学人守卫 却让他们差点灭团了 更何况更高等级的地学领主 走一步算一步吧 如果灭团了那也没办法 我们注意点 不要被爆了装备 就可以了 聂言道 他们只能尽力而为 即便最后无奈地在这里灭团 只能这样了 璀璨刀光点头道 你们先继续推进 我去里面看看 聂言准备向里面探索一下 先确定领主的位置 他们才能有所准备 否则若是突然遭遇地学领主 其结果可以想象 你一个人过去 会不会碰到危险 璀璨刀光问道 这可是五十级地图 众人的目光 集中在了聂言的身上 聂言自信地一笑道 放心吧 我这里逃跑技能多 如果遇到危险跑掉 绝对是没什么问题的 聂言的自信 绝对不是自打 哪怕所有逃命技能都不够用 他还有随机传送卷轴 应该不会遇到危险 众队员们想想也是 聂言从创建 牛人部落以来 遭遇到了多少次危险 他还是凭借着高超的技巧 将一次又一次的危险化险为夷 所有队员都被复活了过来 他们四散各处 做着回复魔法或者血量 那你自己小心点 璀璨刀光道 他们对聂言的技术 还是很信得过的 一二没有拦阻聂言 好的 保持联络 聂言转头跟水色烟头 SUN等人打个招呼 进入潜行状态 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 聂言别过众人 朝洞穴里面摸了过去 准备为这些队员们开路 另外 寻找一些跟任务有关的线索 他渐渐深入洞穴之中 水晶洞穴里面十分宽敞 到陆斯通巴达 这里遍地都是水晶地穴人 他们四处游荡 聂言利用潜行状态 绕过一个又一个水晶地穴人 跟这些水晶地穴人擦身而过 他的隐秘和潜行状态属性 都已经很高了 完全可以无视水晶地穴人 顺着弯弯绕绕的洞穴 朝洞穴的镜头摸了过去 回头看的时候 他已经看不到一众队员们了 这里到处遍布了水晶矿石 估计是一个矿区 潜世应该会有不少矿工来这里挖矿 绝大部分玩家 都会学习一两个采集技能 作为复职 他们采集矿石销售给生产职业的玩家 以此赚取外矿 潜世聂言就学了一个挖矿技能 经历过那种 窝在一个小地方 没日没夜挖矿的日子 明白其中的辛苦 那种寂寞和孤独 深入骨髓 那时候的他 没有任何亲人 凭着心头的一口气 为了仇恨而活着 那是一段痛彻心扉的记忆 潜世的卑微 锻炼了他的心智 这辈子 不管吃多少苦 受多少泪 一定要做一个人上之人 涅延到了两条通道前 其中一条通道比较开阔 应该是前往地学领主 贝内特刷新区的 另外一条 则比较狭窄 凭涅延对任务的敏感 他可以断定 另外一条 应该是任务之线所在 进入了这处狭窄的通道 入口 朝前面看去 又有八个地学人守卫 挡住了去路 不过附近有很多障碍物 这些地学人守卫 比刚才那群地学人守卫 却是好对付 多了 前面的地学人 守卫将涅延的去路 完全阻断了 涅延观察了一下 想要通过这里 并不是很难 他开启爬行者之界上的技能 从旁边的岩壁爬了上去 贴着岩壁的顶端 朝前面爬行 很快地 涅延穿过了这群地学人 守卫防守的区域 翻了个身 从上空落下 朝里面走去 在狭窄的通道中走了一回 涅延的目光 锁定了远处的一个宝箱 那个宝箱通体漆黑 晶莹剔透 完全由黑色水晶雕琢而成 上面布满了各种花纹 是一个暗金箱子 五十级的暗金箱子 涅延的心怦然一跳 朝那个箱子 走了过去 弯腰开启这个暗金箱子 系统 宝箱开启中 完成度三 五 六 七 开宝箱的进度慢得可以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远处有一个水晶地学人 朝这边走了过来 涅延不得不中途中断了开启宝箱 绕到那个水晶地学人背后 一个闷机 几个攻击下去 将这个水晶地学人击毙 涅延走了回来 继续开启这个宝箱 这附近时常有水晶地学人经过 好几次 他开到一半 就不得不中断 过了好一会 宝箱巴搭一声 开启了 一声清脆的系统提示音响了 起来 涅延看了一下 系统提示 开索专家技能升级为高级 开索升级了 他记得开索技能熟练度 差了好多的样子 应该不会这么快升级才对 涅延看了一下 开索技能熟练度 这次开索成功技能熟练度爆 涨了35点 因而开索专家 直接升到了高级 涅延在箱子里面摸了一下 找了半天 从里面掏出一本厚厚的技能书 这本技能书经四项边 上面不满一些奇特的符文 看到这本技能书 涅延眉尖一条 一转技能书 转念一想 这里已经是50级地图 加上这个 箱子是暗金级的宝箱 取出一转技能书 也是很正常的 第三一三章 菲娜斯本命之珠 一转技能书 区别于普通技能书 和高级技能书 它们往往都是一些 格斗性比较强的技能 具备一些一转职业的特色 技能效果往往比 普通技能要高出很多 但是技能冷却时间 不会像高级技能那么长 涅延在暗金宝箱里面 继续掏了一番 没有其他的发现 他看了一下这本一转技能书 是一本大盗贼技能书 技能书 反手被刺 自由技能 技能描述 盗贼通过肢体动作 规避对方的攻击 附带两秒无敌 绕到敌人背后攻击 并造成加强被刺效果 施展要素 动作 虚武器 50点怒气值 技能属性 命中对方时 获得额外10万03百攻击伤害加值 破甲伤害 技能冷却时间 30秒 使用者限定盗贼 大盗贼 及以上职业称号 任何阵营均可使用 盗贼分为盗贼 大盗贼 和银武 等阶 越是到后面 战斗的自由性和随意性越强 尤其到了银武阶之后 所有技能完全掌握 可以随意施展 自由度极高 实力大幅度提升 一转职业 已经有自由技能出现了 而这个反手被刺证属于此列 一个能够规避攻击 并附带无敌效果 加强被刺伤害的技能 其属性效果是很强的 而且技能冷却时间 只需要30秒而已 不过由于是自由技能 这个技能的使用 需要自己一点点摸索 才能掌握 前世一个自由技能的价值 市面上的收购价 高达上万金币 依然有价无市 比一些马匹 高级技能还要贵得多 可见玩家们对自由技能的热捧 加上自由技能的技能书 极其罕见 一万个人中 有那么一个人 有自由技能 就很不错了 到达银武阶 一般有五六个自由技能 就很不错了 前世聂严 在成为大盗贼之后 得到过一本自由技能书 不过那时他为了生活 被逼无奈 把自由技能书 卖点了一个银武 这一事 聂严自然不会做这么丢人的事 他把反手被刺放进背包里 等五十级晋升大盗贼之后 就可以用了 聂严继续向前搜寻 希望有别的收获 穿过一条条狭窄的通道 前面竟有一些人工修建过的痕迹 旁边的盐壁 被打磨得十分平整 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文字 这些文字歪歪扭扭的 成颗陡壮 他根本看不懂 这里的光线十分阴暗 有点阴森 他迟疑了一番 朝前面走了过去 踩在平整的地面上 一股冰凉的气息透射上来 脚底有些麻木的感觉 突然之间 脚底上轻颤了一下 有什么东西 抵在他的脚心 是陷阱 聂严的心默然一跳 只见旁边的盐壁上 突然出现了很多森冷的剑尖 前面和后面的地面上 也是如此 这些箭矢密密麻麻的分布着 透着凌冽的杀气 他们冒出来的时候 聂严的身体没有移动 依然这么定定的站在原地 好在 这些机关箭矢并没有射出来 面对这么多剑尖 他倒抽了一口凉气 幸亏他赌对了 跟他的猜想一样 他的脚一旦离开地面 他立即就会被箭矢射成刺猬 但是总不能一直站在这里 朝前面看去 前方十码左右的距离 全部被剑尖布满 聂严想了起来 他的背包里 还有一枚飞跃者之剑 聂严把飞跃者之剑 佩戴了上去 瞄准了位置 纵身一跃 犹如腾云驾雾 他越过了这片危险的区域 只听见后面 传来密密麻麻的 堵堵堵的声音 回头看去 墙壁上地面上 到处插满了箭矢 如道杆一样分布着 看到此情此景 聂严心中 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情形 他朝前面走去 对于可能出现的陷阱 更加小心 虽然 这里的很多陷阱 都布置得极为隐蔽 但还是被他辨认了出来 躲避了过去 不过 还是蛮惊险的 有好几次 他都差点 栽在这片陷阱区域之中 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 有一股阴冷的气息传来 聂严朝前方看去 倒抽了一口凉气 前面是一个封闭的 开阔的大厅 珠网密布 一只巨大的黑色蜘蛛 趴伏在石室中央 盘在珠网之上 占地搭在方圆十码左右 恐怖的巨型蜘蛛 如此巨型的蜘蛛 聂严前世惊声 还是第一次看到 他赶紧退入了 狭窄的通道之中 避免被这只黑色蜘蛛攻击到 打量了一下前面那只蜘蛛 只见他丑陋无比 前面长了八指巨型蜂眼 身上布满密密麻麻的 刚针一般的绒毛 仔细观察 聂严突然有了一些 惊奇的发现 这只蜘蛛的眼睛 已经没有了色彩 黯淡无光 死的 聂严愣愣了一下 朝这只蜘蛛的背部看去 只见他背部已被打开 原来只是个空壳 不过即便是尸体 也还是蛮吓人的 聂严朝远处蜘蛛的身体下面 看去 珠网密布之中的一张石桌之上 一颗黑色的珠子 蒸发出耀眼夺目的光泽 这颗珠子通体漆黑 乘一颗圆球状 约有一个拳头般大小 聂严的目光 不禁为这个黑色的圆球所吸引 那是什么东西 聂严托起气射弩 开始凭空乱射 他无法确定这个时事内 是否有未知的危险存在 一道道箭 使钉射在了远处的石壁上 有些箭矢穿透了 这只黑蜘蛛的空壳 整个时事依然平静 确定没有危险 聂严朝前面走去 一边小心地注意着 脚下可能出现的陷阱 终于靠近了那颗珠子 聂严深吸了一口气 伸手握住了 这颗圆球状的黑色珠子 一种冰凉的触觉 植入手心 这颗圆球状的物体 光滑柔润 没有一丝粗糙感 聂严将这颗珠子 拖在手心 看了一下这颗珠子的属性 菲娜斯的本命之珠 特殊物品 物品属性 持有该物品者 黑暗视野加12 黑暗敏锐加12 黑暗魔法效果 加100 该物品放入背包 即产生效果 任务附加属性 持有该物品 削弱蜘蛛女皇菲娜斯 30属性 聂严看了一下 这颗 菲娜斯本命之珠的价值 应该在万金以上 在光明阵营 增加黑暗视野的装备 是非常罕见的 一件黑暗视野加1的装备 能卖到10个金币的高价 黑暗视野加12 其价值可想而知 黑暗敏锐 也十分值钱 增加处于黑暗状态时 感知能力 锁定对手 更何况是放入背包 即生效的物品 很难对这两项属性 进行估价 至于黑暗魔法效果 加100 对聂严来说 也是有用处的 这个状态效果 对亡灵记里有加成 看到菲娜斯本命之珠上的 黑暗视野属性 聂严眉心跳了一下 一个难以抑制的念头 从他的心里冒了上来 加黑暗视野的装备 一件加1黑暗视野的装备 在邪恶阵营那边 售价不过几十个硬币 运到这边来 价格便高达数金 甚至数十金 这个价差 蕴含着多大的利润 聂严可以用欺骗者项链 去邪恶手续搞点东西 放到自己拍卖行里卖 以此赚取差价 前世有很多人想过 把善良手续这边的东西 搬到邪恶手续那边去卖 把邪恶手续那边的东西 搬到善良手续这边来卖 但是很多人都失败了 原因很简单 善良手续和邪恶手续双方 不得通话 不得交易 另外善良手续这边 跟邪恶手续那边有任何联络 有物品交换的情况 会被等同于走私 受到卡罗尔城NPC的制裁 善良手续这边 把大量物品搬运到邪恶手续 甚至包括故意丢弃物品 让邪恶手续那边的人捡走 数额超过十金币的 都会被卡罗尔城的 执法者视为背叛行为 他们会追踪你 直到将你逮捕为止 但像孽言这样 混到邪恶手续去购买装备 拿到善良手续来卖 这是被允许的 但他若是想把善良手续的物品 弄到邪恶手续去卖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你一回城 卡罗尔城的执法者 立即会找上你 这种行为 以叛国最润处 钱永远是不够用的 孽言估计他 要是去一趟邪恶手续 用欺骗者项链 弄满五背包邪恶阵营 那边的高级装备 拿到善良手续拍卖行来卖 至少能赚五六万金币左右 邪恶手续那边 卖几十金币的一些装备 拿到善良手续来 卖上千金币也是有可能的 比如加黑暗视野的装备 如果能把邪恶手续 那边的东西运过来 孽言不会把市场 集中在卡罗尔城一个地方 肯定会拿到其他地方贩卖 另外还会用来 充填牛人部落的工会仓库 当然这只是他的构想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有这么大的利益驱动 可以冒险去那边试试 孽言想到这里 将菲娜斯本命之珠 收进了背包 这件东西 接下来的任务还有用 他搜索了一下周围 没有其他的发现 顺着原路返回 朝外面走去 你们那边怎么样 孽言在对辽里问道 桑已经发现前面的地穴领主了 璀璨刀光道 他们知道了地穴领主的位置 现在就等孽言了 第三一四章 不朽的惊魂 孽言看了一眼 背包里的菲娜斯本命之珠 不知道这玩意 何时能够派上用场 先去挥挥地穴领主吧 你们收集到 其他几张日记残片了没 孽言问道 那几张日记 也是埋伏的一条任务线索 我们这里有三张 加上你手头 那两张日记残片 正好可以合成完整的日记了 璀璨刀光道 他们这一路行来 清理掉了不少怪物 另外还开了几个箱子 才弄到了 剩下的三张日记残片 所以探刀光 分享了一下 剩下三张日记残片的内容 虽然明知道菲娜斯女皇 只是需要我这句曲强 我仍然心甘情愿 作为她的容器 我是一个卑微的地学人 但是我愿意奉献生命 和这句无用的身躯 只是为了证明 我爱你 尊敬的菲娜斯女皇 当漫长寄疗的寒冬之夜 当我的灵魂和曲强化作先程 你是否会回忆起 那个愚蠢的地学人 卑微的爱情 这是剩下三张日记残片的内容 这些日记虽然很容易收集 但日记中似乎隐藏了一些秘密 还需要破茧 我立即就过去 聂言道 他用同样的方式 穿过一条条道路 一路狂奔 终于掠出了这片洞穴 区域 他看到了璀璨刀光等人 一个个正散落四处补充血量和魔法 丧和一锤定情呢 聂言问道 他没看见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在前面探路 璀璨刀光道 丧和一锤定情 竟是比聂言先找到了地学领主的位置 把那三张日记残片给我看看 聂言道 这五张日记残片聚到一起 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变化 璀璨刀光将三张日记残片交易给了聂言 交易确认 三张日记残片落进了聂言的背包 五张日记残片聚集在一起 一道绚丽夺目的光滑闪过 这卷日记 便成了一张完整的卷轴 已然残破不堪 上面有一些模糊的文字 不朽的惊魂 卑微者之爱 另外 还有属性描述 他拥有无穷的神秘力量 持有该物品者将接受惊魂的指引 寻觅菲娜斯女皇的足迹 持有该物品可以令地学领主的属性暴涨数倍 系统 菲娜斯女皇离开这里已经千年之久 据说他去了遥远的地底 他吸干了地学领主的生命 离开时赋予了地学领主的尸体一缕不灭之魂 不论将他杀死多少次 每一个黑夜降临 地学领主将会重新复活 这卷日记看来十分古老 一股股能量光环在上面旋转 这是一种能够穿透空间的力量 聂岩的直觉 这卷日记很不简单 可能是另外一个任务的任务线索 这个任务好像要到地底去做 你自己想办法吧 我们怕是帮不了你 水色烟头无奈地笑笑道 目前在所有职业当中 能够去地底的也就到贼了 其他职业要是去了地底 肯定会被邪恶手续那边的玩家追杀至死 目前双方阵营的交战 还只局限于边境线上 很少有玩家敢深入对方的地盘 越是深入对方的地盘 全属性下降越厉害 前世有人曾统计过一个数据 在敌方阵营主城附近游荡的时候 全属性要下降60左右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邪恶手续国家主城附近 一个50级善良玩家 很可能搞不过一个40级邪恶手续玩家 在所有人当中 只有聂严最适合去做这个任务 桑虽然小有进步 但还是不够成熟稳健 至于一锤定情 让他去黑暗阴森的地下城待那么久 他肯定不乐意 等忙完这段时间再去瞧瞧吧 聂严道地下城肯定是要去的 至少要去那里摸摸情况 正在他们聊天的时候 桑和一锤定情回来了 璀璨刀光略显拘谨的站在了一边 那边怎么样 聂严问道 发现地学领主了 地学领主旁边还有几十个精英级的地学人 守卫 五六百个左右的水晶地学人 一锤定情道 他看了看旁边的璀璨刀光 聂严拍了拍璀璨刀光 笑道 别跟个大姑娘 是的 所谓一物降一物 璀璨刀光何等英雄 前世叱咤风云 也算是闯下了一些名头 这一世在牛人部落里 也是呼风唤雨 平时杀伐果断 从不拖泥带水的他 对一锤定情如此为浅 老也是一桩骑士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 聂严道 去那边看看情况 再说 一群人往远处进发 前方越来越开阔 抬头看去 一道道熔岩 矿主锤下 距离地面高约五六十码 占地方员数千码 俨然一个地下世界 远处 一个巨大的地学人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 他高达五六码 通体烟红 就像一头来自远古的巨兽 周围 还有无数的学人 守护在旁边 看起来颇为壮观 这么一大群怪物聚集在一起 想要将他们一个一个引出来 也是一件麻烦事 我们该怎么对付 旁边的一众队员们 在思考着 对付地学领主的方法 聂严朝洞穴顶端看去 那里垂落了一根根石柱 好像有落脚的地方 不过聂严想用 箭矢把下面这群的学人耗死 怕是有点困难 不知道要耗到何年何月去 而且他用箭矢这么一件一件的蛇 是绝对搞不死地学领主的 地学领主血量的 回复速度就很快 加上他还有防穿透效果 聂严忽然有了个想法 他自己上不去 把唐瑶送上去 那就可以了 虽然唐瑶也清不掉的学领主 但他可以 把地学领主身边的小怪 全部清掉 聂严把自己的想法和唐瑶说了一下 唐瑶眼睛一亮 道 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试试 聂严将爬行者之界 和知识者之界交易给唐瑶 唐瑶对爬行者之界 倒也算是驾轻就熟 至于知识者之界 只是为了保险用的 唐瑶点了确定 佩戴上爬行者之界 和知识者之界 他开启爬行者之界上的技能 熟练的潮洞穴顶端爬去 众人向上仰望 唐瑶就像一只蜘蛛一般 从顶端爬过 这都行 所有人无语 唐瑶脚踩在两根悬挂下来的石柱上 身体稳稳地站定 至于唐瑶的奥数精灵 则在他的指示下 跟涅延等人站在一起 怎么样 涅延在对辽里问道 这里可以站稳 能够释放魔法 唐瑶到 他开始吟唱魔法 很快的 便凝聚起了团团火元素 一道道红云笼罩在那群地学人的上空 紧接着 一道道火球轰砸了下去 砰砰砰 火球砸起成片成片的伤害 众的学人一片骚乱 但是他们 却找不到攻击他们的敌人在哪 爽 唐瑶兴奋地想到 一个个魔法出手 全是群弓魔法 成片成片的往下砸 很快的 这群的学人 便被清空了一大片 地上躺了一地的尸体 唐瑶的法伤 是相当恐怖的 很少有怪物 经得住他的群弓魔法的轰砸 他的群弓魔法法伤 跟别人的高级魔法差不多 群弓魔法没有 间断过 五六个群弓魔法一起下去 其范围远远超过高级魔法了 无敌的魔法风暴 令人瞠目结舌 一片又一片水晶地学人被收割 那几十个地学人 守卫也撑不住了 地学领主 在唐瑶群弓魔法的轰击下 血量也掉了一丝 不过他的回复速度太快 很快又满血了 看着水晶地学人 以惊人的速度被清掉 众人纷纷愕然 原本他们以为 想要慢慢耗掉这些水晶地学人 至少要四五个小时 这是一个庞大又漫长的过程 没想到 用孽岩这个方法 这些水晶地学人 几十分钟之内 便被清理干净了 很快的 一个又一个的学人守卫 扑倒在了地上 装备爆了一地 闪闪发亮 让人眼花缭乱 等唐瑶停止用 范围魔法攻击的时候 远处空地上 只剩下了地学领主 和另外几个残血的 的学人守卫 还站着 唐瑶开始用单体魔法 将这些残血的 的学人守卫 一一轰杀 完毕 这样一来 场上只剩下地学领主 光溜溜的一个 这就好对付多了 一众队员 这才认识到 特殊物品的作用 一个个也生起了几分心思 以后要多搞点 特殊物品 特殊物品比较罕见 但由于作用和价值不明确 市场上偶尔会出现 一两件特殊物品 甚至卖到了 一两金币的低价 要是运气好碰到的话 一定要买一下 还有些队员遗憾不已 他们曾经在市场上 遇到过特殊物品 价格很低 只是当时他们错过了 一件特殊物品 能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怕也只有聂岩一甲 我开怪 你们做好准备 聂岩道 他朝地学领主方向跑去 璀璨刀光等人散开 结好了阵势 准备迎击地学领主 聂岩 托起无头骑士 多罗之骑射弩 嗖嗖嗖 五道剑士 朝地学领主直射而去 嘟嘟嘟 连续五声闷响 五道剑士 命中了地学领主 的学领主咆哮了一声 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 犹如珊瑚海啸 整个洞窟剧烈地震动 似乎不要塌陷下来 他迈开脚步 朝聂岩冲了上来 第三一五章 地学领主 聂岩 转头向后跑 这个时候 盗贼上去扛 简直是找死 唐领主这种活计 只能让盾战士来 璀璨刀光扬起手中的重盾 沉喝了一声 冲锋 加速 朝地学领主冲了上去 盾面轰击在地学领主的身上 砰的一声沉闷的爆响 英勇打击 璀璨刀光灰剑朝地学领主 砍了下去 地学领主头上 飘起了一个五十多点的 伤害数值 众人看了一下地学领主的属性 的学领主贝内特 五十级领主 血量110000110000 看到地学领主彪悍的属性 所有人倒抽了一口凉气 如果不是贝内特的日记 有削弱地学领主属性的作用 地学领主的属性 只会更加强悍 地学领主被璀璨刀光卡住了去路 手中的巨毛横扫了过来 巨毛砸在璀璨刀光的重盾之上 发出一声沉响 璀璨刀光只觉得 一股巨大的力道 从左手的重盾上传来 他脚步后撤 威攻 双手撑住盾面试图防御 但是强劲绝伦的力量 从盾面上传了过来 璀璨刀光被撞飞了出去 璀璨刀光退开几十不远 这才勉强站定 旁边的冷傲营 合一眼包夹了上去 冷傲营有了工会好装备的支持 加上技术和天赋不错 完全取代一眼 成为整个牛人部落 排名第二的盾甲战士 一身防御 只是稍稍比璀璨刀光逊色而已 璀璨刀光退开之后 他立即顶了上去 嘲讽 冷傲营对地学领主 施展了嘲讽 地学领主的注意力 集中在了冷傲营的身上 三个盾甲战士 不停地被地学领主 贝内特撞飞出去 但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地 顶了上来 不断地吸引 仇恨 后面玩家们施展的魔法 连续不断地 轰击在地学领主的身上 不断爆开 地学领主的血量 有点松动 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下掉 刀光 把地学领主往右边引 虐延道 从这里向右方看去 地面凹凸不平 可以防止地学领主 冲击速度过快 对后面的法系玩家 造成威胁 好的 璀璨刀光点头印道 他的身体慢慢地向 右边移动 以地学领主引了过去 三个盾甲战士 调整了一下方位之后 突然站定 切换了防御姿态 将地学领主卡住 挫之怒吼 嘲讽 接连出手 地学领主移动一下 也变得极为困难 论体型 他是璀璨刀光等人的树被 但愣是 被他们几个像磐石一般 牢牢地卡住 移动一下 都变得极为困难 地学领主 挥起手中的巨毛巢 璀璨刀光扎了下去 远处的牧师和圣骑士们 赶紧给璀璨刀光等人 加持了一个个状态 并且套上了护盾 璀璨刀光硬顶了一下攻击 身上的圣光护盾 战裂成了碎片 得学领主的攻击 有黑暗腐蚀效果 可以腐蚀掉 护盾类的技能 圣光护盾 仅能挨住地学领主 一下攻击 眼看着地学领主的 攻击便要再次挥下 璀璨刀光 给自己套了个生命护盾 顶着地学领主的攻击 又一个大顺披斩出手 他们脚步稳健 下盘稳稳不动 手中的大剑 动若雷霆 凶猛无比 众法师们成圆形分布 将地学领主围在里面 手中一道道魔法脱手 剑璀璨刀光等人 将地学领主困住 黄剑士无风 黑白等人 全都聚拢了上来 对地学领主加强了输出 地学领主的血量 一节一节下降 他不断地挣扎咆哮 想要正脱出来 下面的璀璨刀光等人 就像钉子一样 不可撼动 聂言绕到地学领主的背后 手中的泽恩纳德之剑 一剑砍下 然后一剂爆破 地学领主头上 飘起了700多的伤害数值 暴击外加破甲 另外 还有一个个出血伤害 和火焰伤害 众队员们呆了呆 聂言的攻击 也太吓人了点 他们普通队员的攻击 有几十点就不错了 上百算得上很强了 甚至不如聂言攻击之后 造成的出血 地学领主的仇恨 瞬间转移 转身准备攻击聂言 但璀璨刀光等人 牢牢地卡住了他 令他无法转身 这时候 聂言的攻击瞬间爆发 一剑剑下去 地学领主血量狂掉不止 破甲攻击 超高的暴击率加上盗贼 在敌人背后攻击时 还有额外的攻击加成 令聂言的攻击伤害十分惊人 明知道疯狂爆发攻击伤害 是有后遗症的 那就是地学领主的 仇恨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等会一定会盯着他一个人打 不过聂言 也不再去考虑这些 聂言一个个技能 果决的灰剑 所有杀伤性技能 全部施展出来 地学领主的血量低于了二十 他终于按耐不住了 疯狂地冲撞 震晕 地学领主亦有动作 聂言便猜出了 他想要做什么 一个疾风布 挡掉了地学领主的震晕技能 聂言的反应 只是在那一瞬间 这是一种 对危机的强烈预判 这么多年的经验 造就的敏锐反应 一种近乎本能的动作 加上疾风布 也是他用的 最熟悉的技能 一二用起来十分顺手 在遇到危险 得学领主 有那么一点点征兆的那一刻 便施展出了疾风布 聂言的疾风布 恰好躲避了地学领主的攻击 可谓是妙到了巅峰 其他人根本不可能 有像聂言一样的反应 砰的一声 璀璨刀光等人 全都挨了地学领主一个阵击 倒退了好几步 陷入了晕眩状态 所有近战当中 就聂言一个人躲过了阵击 地学领主挣脱了包围 凶猛的咆哮 搜寻聂言的踪迹 他的目光锁定了奔跑中的聂言 立即迈开步子 朝聂言追了上来 众法师们纷纷避退 聂言赶紧往没人的地方跑 以免殃及驰鱼 只见地学领主手中的长矛一挥 一道道凌厉的毛影 朝聂言这边穿刺了过来 小心 一众队员们惊呼一声 聂言背对着地学领主 只见他就像背后长了眼睛一般 朝侧面扑了出去 地学领主一击落空 继续追杀聂言 一众队员们 见地学领主的火力 被聂言吸引 一个个放开手 攻击 大家动作快点 他快没血了 加把劲 他们一个个火力全开 尤其是喜欢江南 这小子 平时闷不吭声的 也不知道从哪学了初级超魔专场 开启之后 魔法不断地喷射了出去 就像机关枪一样 连续不断 一管魔法值被耗空 他立即喝下了一瓶终极 瞬间回复魔法药剂 继续放魔法 这些队员们 都是一些极有天赋的队员 他们哪个人没点压箱底的东西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自己最强的技能用了出来 地穴领主飞速地追近聂岩 手中的长矛扎下 这巨型的长矛若是击中聂岩 聂岩立即变成肉末 聂岩掏出一把闪光尘 扔了出去 砰的一声 刺目的光芒射近地穴领主的眼睛 地穴领主诈欲变故 手中的长矛微微一颤 产生了偏差 聂岩趁机扑向地穴领主 从地穴领主左侧一略过 哄的一声 地穴领主的长矛扎进了地面 冒起一个个高则一百多 低则几时的伤害 地穴领主一击落空 聂岩用影之五步 绕到地穴领主的背后 手中的短剑狠狠地扎了下去 然后一个切割 划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鲜血如喷泉般冒了出来 地穴领主挥起长矛横扫 可是周围空空如也 聂岩切割完毕之后 没有任何停留 朝外面狂奔 这时璀璨刀光等人 已然苏醒过来 朝地穴领主堵了上来 这时的血领主的血量 只剩下五左右 已然陷入了狂暴状态 全身的皮肤烟红如血 身体暴涨了数倍 地穴领主持毛横扫了出去 近期暴涨 璀璨刀光等人 纷纷被秒杀 地穴领主所向披靡 见人就杀 尸体倒了一路 看到地穴领主发飙 一众队员们 加紧了输出 不停地释放一个个魔法技能 地穴领主的血量 渐渐逼近底线 孽颜看到地穴领主的皮肤 有点异样 心中一动 到 七宰留下 十里化沙赶紧离开这里 最好找个角落躲起来 众队员们很快就明白过来 孽颜话里的意思 孽颜和七宰两人相识一笑 十里化沙 看了看众队员们 时疑了一下 向洞穴深处跑去 只要留下一个牧师 就等于留下了火种 因为牧师有复活 就算团灭了 十里化沙 也能将他们重新复活起来 大家动作快点 他快挂了 孽颜在对辽里道 他在地穴领主的追杀之下 显向还生 但愣是凭着掌握的引武步伐 躲避着地穴领主的攻击 几次都是堪堪躲过 差点毙命 这么多个进展单位 只剩下了孽颜一个人 眼见着地穴领主的血量 只剩下几百点不到 孽颜也活出去了 一个影之五步 冲到地穴领主的背后 高高跳起 一个刺杀下去 然后猛然划开 噗 鲜血激涌而出 地穴领主发出凄厉的丝号 震耳欲聋 搞定了 孽颜心头狂喜 第三一六章 横财 的血领主血量见底 倒了下去 砰的一声 他沉重的身体倒在了地上 令整个洞窟震动了一下 孽颜闪身避开 看到地穴领主倒地 他心里松了一口气 他以为地穴领主会自爆 所以提前先把十里化沙保存下来 看来是他想太多了 地穴领主并没有自爆 这具地穴领主的尸体 横躺在地面上 就像一头巨精一般 聂颜身上亮起了一道道白光 等级 一下子爆升到了三十五级 其他队员 也都至少升了一两级 好的 有包东西吗 后面的下重雨兵问道 聂颜正准备低头 寻找地穴领主掉落的装备 只见地穴领主的尸体 逐渐长大 就像气球 上面布满了一道道 网状的血管 鲜血涌动 一股躁动的力量 喷泊出 大家快躲 聂颜脸色一变 倒 这是施暴 会施暴的怪物 极其罕见 众队员反应过来 纷纷撤退 朝外面跑去 只见地穴领主轰的一声 爆炸开来 强劲的冲击波横扫了出去 他们根本来不及闪避 便被冲击波卷了进去 纷纷倒在了地上 在场玩家无一幸免 聂颜也莫能跑掉 地穴领主的冲击波太猛了 令人根本无法闪避 他并没有立即释放灵魂 到目的复活 只见四周变成了一片无垠的旷野 到处都是炫目的白光 宛如身处天堂之国 聂颜心中不禁产生了一些好奇 到底怎么回事 他朝前面看去 只见一个勾搂孤单的身影 看不清他的面庞 他完全由成团的白光凝聚而成 他在这片空旷的空间中游荡 偶尔停下来 茫然地看向前方 受削的背影苍凉而又幽远 他迷茫地看向聂颜 一种异样的情绪 从聂颜的心底涌起 一张张的画面 从聂颜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那是一幅幅诸人菲娜斯的图像 聂颜似乎可以感觉到 地学领主心底无尽的悲伤 聂颜心中一动 这些诸人菲娜斯的图像 应该就是 他寻找菲娜斯的线索之一 只见他化作了一道白光 朝聂颜这边飞了过来 进入他的背包 绕着聂颜背包中的 贝内特的日记飞舞 最后引入了日记之中 聂颜看了一下这张日记的属性 他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贝内特的日记 不朽的惊魂 卑微者之爱 物品属性 持有该物品者 可以开通一个黑暗传送门 穿梭于地面和地底世界 传送门开启的位置不定 黑暗传送门 每五天可以打开一次 持续时间为二十分钟 该物品绑定 不可交易 不可暴落 关于黑暗传送门 这是一个随意性很大的技能 每五天开启一次 有二十分钟时间 如果这二十分钟 没有开启黑暗传送门 那就必须再等五天 而且传送出口的位置 也是不确定的 不知道何时才能有机会 去地下城看看 去那边捣腾一些好的装备过来卖 顺便去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任务做掉 过了不知道多久 传来一条系统消息 系统 玩家十里化沙 正对你施展复活术 你是否同意 是 一道绚丽的白光闪过 聂岩被复活了过来 聂岩环顾四周 只见十里化沙和带头大哥七仔 正一个一个地复活队员 这回是全军覆没 十里化沙过来的时候 被这惨烈的画面惊呆了 他先复活了带头大哥七仔 两人一起复活一众队员们 聂岩搜索了一番 从地上捡起了三件装备 一件法袍 一件护手和一枚宝石 全是五十级暗金的装备 法袍和护手都是奥法的装备 五十级的黑暗追随一系的套装 一套高法商的装备 法袍加220法商 护手加120法商 这两件装备属性极好 在五十级所有套装之中 这套黑暗追随套装的法商加成 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若是能凑齐一套黑暗追随套装 法商加成应该能够过签 聂岩把这两件装备的属性 发到了对寮里 水色烟头在对寮里问道 地学领主每天刷新一次 我们要不要先把这套套装 凑齐了再走 他很明白 一套套装有多大的价值 我们估计要在这里刷几天 那就凑一凑 这套黑暗追随套装吧 聂岩想了一下道 他们至少要好几天 才能把红明全部刷掉 地学领主已经挂掉了 那就只能先去外面刷刷普通罐 等明天的学领主刷新了 再去对付地学领主 工会里奥法太多了 一套黑暗追随 肯定是不够用的 僧多粥少 只能先满足一两个人 至于如何协调 就要看聂岩等人怎么处理了 这种事情时常会出现 要是处理不好 不够公正 容易让工会成员们 心中产生芥蒂 除了两件黑暗追随 还有一颗宝石 是比较罕见的七品质的宝石 增加35敏捷 算得上宝石中的极品 聂岩准备用来镶嵌身上的装备 一众队员们修整了一下 恢复了血量 然后开始继续到外面刷怪 聂岩跟在团队后面 蹭点经验 一边管理着卡罗尔城的各项事务 正在这时 瑶瑶给聂岩发过来消息 聂岩接通了语音 聂岩 我的任务已经做完了 拿到了一个圣堂魔法 谢谢你 瑶瑶道 如果不是聂岩的指点 他根本做不了这个任务 客气了 你也是牛人部落的成员 这是应该的 聂岩笑笑道 听到聂岩的话 瑶瑶有些失望 难道除了这些 就没有别的原因吗 他和聂岩在游戏里相处了这么久 从刚开始再然多互相遇 到后来的种种际遇 他更希望聂岩喜欢游戏里的他 谢瑶和聂岩在 现实中的相遇 也就见过几次面而已 他还有一些陌生感 但是他对游戏里的聂岩 却非常熟悉了 一起刷怪链集 一起下副本等等 难道还比不上现实中见过几面吗 然而聂岩对他 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你得到的是什么 圣唐魔法 神圣进化 聂岩眉毛挑了一条 神圣进化在众多高级魔法当中 算是比较好的了 还不错 时间快到了 我先下线了 瑶瑶鼻子一酸 聂岩关心的始终只有这些 牛人部落是他的全部 那好吧 聂岩听出瑶瑶的语气有些不快 便没有再说什么 看了一下时间 差不多该下线了 看到瑶瑶下线 聂岩整理了一下各处收集过来的信息 今天一天时间下来 刺客联盟赚了一千多金币 星空药店赚了五千金左右 租金有两千多金币 拍卖行连同超级交易频道 赚了大概五千多金币 这样算下来 已有一万三四千金币了 农月财团在外面收购金币 每天的量也才差不多三万金币左右 这几个项目还在飞速地发展中 未来每天的收益还会更大 除了这些收益之外 聂岩将几个信用点交易区 转手卖给了农月财团 这些钱中的一部分 支付给了神圣罗马帝国 和加兰神殿 还剩下很多 牛人部落 已经不需要聂岩再投入资金了 农月财团投入的 资金已经够用了 聂岩将目光放在了其他工会上 重点目标 翡翠之城的狂战联盟 狂战联盟前世 接受了泽西财团的注资 亚洲地区排名第六的财团 不过后来撤资了 原因无他 曹旭砸了很多钱 将狂战工作室的 大量职业玩家给挖走了 实力大幅度削弱 再加上当时凯旋帝国 光明盛宴等大工会的围堵 狂战联盟岌岌可危 在那种情势之下 那家财团的撤资 也是很正常的 这个时候 狂战联盟 应该还没有被其他工会注资 这样的话 聂岩恰好有机可乘 聂岩给郭怀发去消息 让他去跟爱琴杀伤 聊聊注资的事情 他不太好出面 如果爱琴杀伤同意 他会以他个人的名义 对狂战联盟进行注资 具体合作条件 届时再做磋商 聂岩把任务布置了下去 正在这时 拓拔石突然给聂岩发过来消息 你那有没有金币 我需要一些资金 拓拔石私聊问道 你需要多少 聂岩问道 拓拔可是个有钱的家伙 估计几万金币 肯定不在他的话下 他开口借金币 这件事情定然不简单 一个月内 帮我筹策60万金币 拓拔石到 聂岩听了拓拔石爆出来的数字 倒抽了一口冷气 问道 你要那么多金币干嘛 这么多金币 注资一个工会 都没什么问题了 聂岩想了想 从自己的收入中 抽出这么大笔的钱 虽然有点困难 倒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你能帮我筹策到这笔钱 我愿意用拓拔家游戏里 总资产的30座交换 包括11家店铺 21块地皮 3家拍卖行 拓拔石继续 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这么多资产 现在起码价值20万金币 一个月后 至少价值七八十万金币 未来生殖空间 更是难以估量 拓拔石把这些资产抛给 聂岩 只是为了换取现金 60万金币 第317章 战神部落 拓拔石突然提出这样的条件 他肯定要有所动作了 作为拓拔家股权掌控者之一 他绝对不会甘心 屈居拓拔红野之下 双方的角力 才刚刚开始 拓拔石一下子筹错这么多金币 肯定是为了拓拔红野而去的 如果你能搞定这笔60万金币 我们立即就签订协议 如果你筹错不出这么多 说说你能弄到多少 我现在至少需要5万金币 今天就要拓拔石到 对他来说 这件事情十分紧急 我能搞定 聂岩道 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这些拍卖行 地皮 店铺 若是失之交臂 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聂岩的目标 除了发展牛人部落之外 还要做一个大财主 坐拥无数拍卖行 地皮 店铺 要塞 每天裁员滚滚 等发展到一定规模了 在大量兑换成信用点 这些拍卖行 地皮和店铺 是绝对不能放过的 以聂岩掌握的财力 吃下这些拍卖行 地皮 店铺 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你的拍卖行 地皮和店铺在什么地方 聂岩问道 他的这些资产 应该不在卡罗尔城 而是在其他城市 整个卡罗尔城 仅剩一个拍卖行而已 尼索德城 拓拔石道 尼索德城 是整个格陵兰的 第二大城市 拓拔石的一部分财力 聚集在那边 掌握了那里 大量拍卖行 地皮 店铺 还有三个工会 听到尼索德城 聂岩眼睛一亮 前世 那可是战神部落的地盘 前世拓拔石 曾一度占据了 尼索德城的 大半笔江山 但被突然崛起的 战神部落 打乱了阵脚 聂岩父亲算得上大手笔 国内排名 前100的大型工作室 先后被他收购了 20多家 另外 招揽了过来 战神部落强势崛起 以无敌之势 横扫了拓拔家 在尼索德城的三个工会 但是战神部落的资金 很成问题 唯一的资产 也就一座在尼索德城的 拍卖行而已 若是聂岩接手了拓拔家 在尼索德城的经营 资助战神部落 那战神部落崛起之势 将 势不可挡 牛人部落 战神部落 遥相呼应 先收拾了凯旋帝国 那整个格陵兰 能够跟他们争雄的 也就战刀是血 法师联盟 神圣守护而已 聂岩感觉出来 拓拔时跟平时的慵懒随意 有点不太一样 浑身上下透着犀利的气势 宝剑已经出窍 聂岩倒是有几分期待 拓拔时能不能把拓拔红野 拉下马来 我有一个要求 能不能先把这些地皮 店铺 要塞全部转过来 我愿意每天多支付六千金币 聂岩道 他可以将你所得逞的三家拍卖行 那些店铺 也拉进超级交易频道里面 细心经营 每天的收益会很不错 至少会超过八千金币 要是由拓拔时来经营的话 每天的营业额的利润 大概是五千金币左右 我们签协一把 我让人你合约 拓拔时果断得到 聂岩提出的这些条件 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 他只需要金币 他可以放弃在你所得逞的经营 但是他要将拓拔家 一切在信仰里的经营 全都揽入囊中 让拓拔红野 在信仰里的个人投资 竹篮打水一场空 然后再想办法 吞掉拓拔红野现实中的股份 合约很快发给了聂岩 聂岩确认无误之后 刷刷刷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立即叫人 把第一批六万金币 汇入你的个人仓库 聂岩道 他让郭怀找人 先接手管理你所得逞的拍卖行 然后他开始将那三个拍卖行 纳入超级交易频道之中 郭怀说服了卡罗尔城 另外一家拍卖行的老板 也加入了交易频道 从此超级交易频道 在卡罗尔城形成了垄断 同时也占据了 你所得逞的大半壁江山 这三天时间 聂岩白天的时候去上课 晚上上线之后 跟一众队员们一起刷怪 他们发现 经过一次开荒之后 地学领主比以前更容易对付了 难度降下来不少 经过三天时间的整合 所有资源利用起来 有了超级交易频道之后 拍卖行生意非常火爆 另外星空药店也全面铺开 尤其是卡罗尔城和尼索德城 星空药店的分店已经遍布全城 各个项目加起来 每天的盈利上升到了两万金币左右 聂岩的敛财速度 若是说出去 恐怕那些大财团也要为之震撼 毕竟他们收购金币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而聂岩 他到现在为止 没有投入一个信用点 聂岩取得的成就堪称辉煌 跟往常一样 聂岩从游戏里出来 聂母原本想陪聂岩吃早饭的 听说公司那边有紧急会议 便匆匆忙忙地出门了 聂岩从电话里隐约听到战神部落 你所得逞什么的 他想了很久 他在你所得逞的经营 已经颇具火候了 听说父亲那边 已经收购了十多家工作室 战神部落已经安排上日程 他是时候该跟父亲摊牌了 为了让战神部落比前世更加辉煌 永不败落 聂岩开车向公司方向迟去 父亲给他买了一辆车 以做逮捕之用 深棕色的跑车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这一世 聂岩终于有了自己的新车 不过他对这辆车的牌子 倒并不怎么在意 好像是锁龙的 据说很贵 别墅距离公司并不远 十多分钟就到了 由于地处郊区 这里绿化很好 一路行去 两旁都是树荫 一座现代化的白色建筑 出现在了聂岩的眼前 他还是崭新的 这是父亲买下的办公楼 走进大厅 里面有很多人在忙碌 穿着统一的制服 给人一种井然有序的感觉 聂岩凭着前世的记忆 朝会议室方向走了过去 一个人从远处迎了过来 这张熟悉的脸 令聂岩一下子热泪盈眶 他体型高大健壮 由于经常锻炼 一身结实的肌肉 脸虽算不上英聚 却有一种刚毅果敢的气质 算算时间 他应该是27岁 他正是聂岩的堂兄 亲戚们都管他叫阿琛 以前他们小时候 经常在一起玩耍 他跟聂岩父母 也是极为亲近 前段时间 更是跟聂岩父母一起 在边境线上待了很久 他跟聂岩一家 感情极为深厚 前段时间他出去办事了 聂岩一直没碰到他 这才是第一次碰面 看到聂岩过来 阿琛眼睛里闪过一丝欣喜 朝聂岩走了过来 好小子 长个了 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阿琛重重地 拍了一下聂岩的肩膀 哈哈一笑 比以前结实了 前段时间 我爸妈说 你小子现在厉害了 能打得过灵书了 我还不相信呢 没想到果然有点架势了 阿琛突然发难 左臂横扫了过来 聂岩左手啪的一声 握住阿琛的手臂 阿琛手臂动了动 没有正开 露出几分惊喜的表情 手劲不错 下回我们打一场 阿琛只是开玩笑而已 没想到 聂岩真有几分实力 他也就见烈欣喜了 聂岩翻了个白眼 这家伙是个格斗狂人 每天都要找人打几架 否则浑身痒痒 不过阿琛为人是 极为热心的 前世他们公司垮掉之后 阿琛把大叫 舅妈几个人揍了一顿 还差点道出人命 后来进了监狱 前世聂岩好几次去探监 看到阿琛的时候 他的身体状况 已经很不好了 身体瘦了一圈 但看到聂岩之后 还是灿烂地笑着 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 看着让人心疼 重新看到阿琛 聂岩心脏一阵刺痛 眼眶中热泪差点落下来 聂岩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心情 我爸妈呢 聂岩微微一笑 问道 在会议室 跟我来吧 阿琛道 按理说 会议室不是随便可以进出的 可是他不管这些 聂岩跟在阿琛后面 穿过一条条 设有严密监控设备的过道 走进了会议室里面 会议室里人头传动 大概有三四十人之多 全是公司里的高层 还有一些工作室的领导者 一眼扫过去 聂岩的目光 锁定了其中五个人 这五个人 都是国内游戏界的几个巨头 前排最左边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 一身休闲装束 穿着十分随意的 冰封工作室的巨头 寒冰之雨 冰封工作室 是苍龙工作室的巨头 苍龙工作室在国内排名第九 旁边还有雷神工作室 夜月工作室 火炎工作室 国内排名都是前三十的 各大工作室 齐聚一堂 想要把这群人聚集在一起 可不是单单有钱就可以的 还要有关系人脉 念父能够做起这种倒卖金属的生意 背后的关系 还是十分牢靠的 众多游戏里呼风唤雨的人物 此时齐聚一堂 把这群人笼络到一起 那是多大一股能量 前世战神部落 能够叱咤风云 威胁到凯旋帝国的地位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 聂严看向他们的时候 却有几分俯视的味道 因为他是狂贼聂严 第三一八章 筹资 一个年轻的女职员 正在台上跟下面的人 讲解战神部落的发展方案 念父 念母 林书他们都坐在角落里 听着 战神部落的发展 事关重大 但是现在的 你所得逞是拓跋家的地盘 拓跋家有三个工会 盘踞在这里 战神部落 想要一举崛起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念父前期架构了很多 大笔资金砸了下去 做了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 战神部落 正在积蓄力量 等待那一刻的爆发 对他们来说 目前最缺的 就是游戏币了 偌大一个战神部落 游戏币的来源 只有一家拍卖行 其他的要用信用点去收购 但是用信用点收购金币 毕竟是不持续的 很容易被人掐断 唯一的办法 那就是在战神部落 创建完毕之后 短时间内 打下几座要塞 将要塞发展起来 那样 战神部落 才有可靠的经济来源 念父正一筹莫展 想尽一切办法收集金币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战神部落 才刚刚发展起来 聚集了这么多的高手 人气鼎盛 绝对不能胎死腹中 虚拟游戏 发展到现在 已经不是一个 纯粹的游戏那么简单了 而是人们休闲娱乐的 重要场所 每个人生命中 将近二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在虚拟世界里度过的 能够产生的经济效应 可想而知 信仰已经成为了 很多人的赚钱工具 他们要想从中奋一杯羹 也是有难度的 阿琛将聂言带到了聂父 聂母身边 附近的座位上 坐了很多人 你怎么来了 这里是公司会议厅 有事回家去说 聂父威严地道 但是看向聂言的时候 并没有生气 只是他在聂言面前 本能地保持了父亲的威严 我来看看 只是坐个旁听 聂言对父亲 比前世倒是少了几分惧怕 坐在了聂母的旁边 小颜来听听也没关系 聂母对聂父温柔地笑笑 阿琛朝聂言挤了 挤眼睛 聂父不做回答 他并不反对聂言留下的样子 众人继续听了女职员的讲述 目前战神部落 虽然引起了一些关注 遭到了拓跋家三个工会的围堵 但是问题不大 毕竟我们还没有要塞 处于保护期 拓跋家没办法拿我们怎么样 未来的目标 工会发展的第一步 我们要尽快抢占一两座要塞 另外 那个女职员朝这边看了过来 念父点了点头 得到念父的许可 女职员继续道 工会资金严重不足 希望在座各位 能够提供一条游戏币收购的渠道 以应对未来战场的消耗 我们绝对可以开出一个合理的价钱 座位上众人一轮纷纷 他们心中质疑 连游戏币都收购不到 那战神部落还怎么发展 战神部落把各大工作室整合到一起 想法是好的 可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没有持续性的资金投入 未来战神部落有何前途可言 没有游戏币还搞PR 听到这些义轮声 念父皱了一下眉头 露出几分不快的表情 他对于战神部落的发展 是有完整的计划的 不然他也不会投资进信仰 但是游戏币方面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信仰里面商机无限 谁都想奋一杯羹 他们也是如此 只是他们在游戏里面的人脉 显然比不上其他几个 根底深厚的大财团 他们收购金币的渠道 暂时还没拓展开 之前联系了几个打金团 都已经在为别的财团服务了 除非战神部落 肯出比别人高出20以上的价钱 那些打金团才会考虑 将手头的金币卖给战神部落 在资金方面 我应该能帮上忙 聂严突然出声道 他决定不再隐瞒了 聂父 聂母 阿琛 灵牙 还有旁边众人的目光 全都聚焦在了聂严身上 惊讶 疑惑 不信 聂严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表情 不信是很正常的 聂父 聂母 虽然知道聂严也在玩信仰 但并不了解聂严游戏里的事情 更不知道聂严是 牛人部落会长的事情 战神部落需要的资金 可不是几个金币就能解决的 聂父白白手道 打断了聂严的话 在他看来 聂严在信仰里顶多 只是一个普通玩家 能拿出几个金币 就很不错了 战神部落要发展 没得几万金币 根本周转不开 他们还要组建军团 前去进攻拓拔家的要塞 战争消耗会很大 聂严根本 不可能解决战神部落的问题 我这里第一批 应该能拿出六万金币来 另外每个星期 大概能注入三万金币左右 聂严道 聂严话音刚落 满座接金 小言 这是公司会议 可不是在开玩笑 灵牙在一旁道 他们投入了大量信用点 都没收集到如此巨量的金币 聂严竟然说他可以 也难怪大家都不相信 聂严认真地道 我不是在开无效 今天上线 让阿诚过来取金币吧 聂严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虽然难以置信 但他们还是决定相信聂严 聂严并不是那种会撒谎的人 聂父惊讶地看了看聂严 他发现 自从他回来之后 聂严越来越让人惊奇了 六万金币 若是卖给各大财团 能换到多少信用点 他暂时无法估量 聂严怎会有这么多金币 聂父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聂严 聂严天天进游戏 都在里面干了些什么 其他人怀疑和震惊 皆都有知 聂严真的能拿出 如此之多的金币吗 这么多金币 用来注资一个工会 都绰绰有余了 阿琛 你进游戏的时候 聂系小颜 去他那拿金币 聂父看了一眼 旁边的阿琛道 尽管很疑惑聂严的 金币是从哪来的 但是他 还是选择毫无条件的信任聂严 好的 小颜 你在游戏里叫什么名字 到时候我联系你 阿琛随口问道 聂严 聂盘的聂 炎热的炎 聂严道 他才说完 周围所有人 都用一种 难以置信的表情 看着聂严 气氛有点窒息 一片安静 连一根针掉在地上 都能听得见 对信仰的了解 他们明白聂严 这个名字 在游戏里代表着什么 在游戏里 聂严就是神的代名词 关于聂严的视频 在官网 各大视频网站 高高置顶 他的战绩 更是让所有玩家仰望 荣火 森林那一意 令聂严一战成神 聂严 牛人不落 阿琛嘴巴 有些干涩地问道 嗯 聂严点点头道 他早就猜到了 他们的反应 毕竟聂严这个名字 说出去太让人震撼了 不过他们 迟早都是要知道的 不如干脆点说出来 他也就可以 顺理成章地帮助 战神部落 打下整个你所得逞 聂父 在经过短暂的 失神之后 看了看聂严 转头对旁边的人道 让小苏下来 我们要重新修改一下 发展方案 由阿琛跟小颜 讨论出一个方案来 最终由我们审核 好小子 你够牛逼的 狂贼聂严 你知道 这个名字要是说出去 会吓死多少人吗 阿琛激动地 拍了一下聂严的肩膀 聂严这个名字 不止代表了一个人 还代表了 更加深刻具体的含义 聂严是牛人部落的会长 高高在上 一呼万应 只要聂严一声令下 六万牛人部落的玩家 所向披靡 而且聂严还能调动 神圣罗马帝国 加兰神殿数十万人 为他征战四方 另外 另外 牛人部落 能够经营到现在这种程度 背后 到底有多少抵御 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玩家们 肯定很难想象 牛人部落的会长聂严 竟是一个 还在上学的学生 实在很难将两者联系到一起 大家回过神来 七嘴八舌地询问聂严 到底是怎么把牛人部落 搞起来的 等等 一个个问题 令聂严应接不暇 当他们知道 创建牛人部落 是聂严和几个同学聚会之后 无意间产生的想法 一个个面面相去 多少人苦心经营一个工会 费了钱费了精力 但什么都没做成 却没想到 聂严竟跟几个初中同学 把牛人部落 搞得如此风生水起 真的难以想象 聂严和阿琛商量了一番 拟定了关于战神部落 未来的发展规划 牛人部落 可以提供哪些方面的援助 最后由聂父过目 小严 透透底 你手上有多少虚拟资产 阿琛看向聂严问道 他很好奇 就算聂严是牛人部落的会长 一下子也拿不出 这么多金币来吧 毕竟要塞 还没开始盈利 除非聂严还有大量虚拟资产 聂严想了一下 都是自家人 说了 倒也无妨 倒 我现在有六家拍卖行 三十多家店铺 五十多处地产 就这么多了 至于刺客联盟 应该不算虚拟资产之列 阿琛瞪圆了眼睛 聂严爆出来的数据 把他吓到了 半天才冒出一句 卧槽 牲扣 这么多 他们投了那么多钱下去 才搞到一家拍卖行 和几处的地产 店铺而已 聂严却有整整六家拍卖行 三十多家店铺 五十多处地产 这实在 难以想象 第三一九章 摊牌 聂严和阿琛聊天的时候 聂副装作漫不经心地 跟旁边众人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听到聂严的话 他手中的茶杯颤抖了一下 无法掩饰心中的震动 六家拍卖行 三十多家店铺 五十多处地产 他没想到聂严手下 竟有如此之多的虚拟资产 这么多虚拟资产 到底价值多少 在场所有人都无法估量 他们花了很多钱 调动了可以调动的人脉 才从别人手里 用高价买下了 你所得逞的一座拍卖行 他明白 现在想要买到一座拍卖行 有多困难 就连地产 店铺 在交易平台上转让的时候 也被炒到了 令人难以承受的高价 他看向聂严的时候 目光中露出几分欣慰 这附近坐着的 都是聂夫的亲信 公司里最核心的人 哪些人值得信赖 哪些人不值得信赖 重生之后的聂严 他们都会轻易说出自己就是 游戏里的狂贼聂严 要是被外面的人知道 会引来多大的麻烦 他怕是不得安生了 聂夫手下这些人 还是值得信赖的 聂严环顾四周 聂母 伶牙这些人 依然沉浸在震撼之中 任谁也无法想象 聂严在信仰里 竟有如此之大的成就 聂夫的目光 严厉地扫过周围每一个人 正容道 这里所有人 不得对外透露任何 关于小颜的事情 否则 你们知道 后果 非常之事 当用雷霆手段 是 董事长 旁边一众人 纷纷应试 没有一个人敢质疑父亲的决定 跟前世一样 父亲在公司里 是很有权威的 继续说说 那六家拍卖行 是哪几家拍卖行 还有店铺 每天大概收入多少金币 我们估算一下 也好制定战神部落的发展规划 阿琛用手肘顶了顶聂严 报 不单单只有阿琛 所有人都想问这个问题 随着聂严透出来的底 越来越多 他们心中愈发地震惊 周围所有人都期待地看向聂严 聂严俨然 已经成为了这些人的焦点 大家都期待着 聂严能够爆出更多 跟之前凝众的氛围不同 他们现在心情轻松了很多 之前这边气氛压抑 大家都在为战神部落的事情发愁 要是找不到合适的 收购游戏币的渠道 他们就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 收购游戏币 花很多愿望钱 而且战神部落是单利孤 能否真的横扫你所得逞 强势崛起 一切都尚未可知 这是一场冒险 要是公司在扩展虚拟业务的时候 遭遇惨败 这些钱等于打了水漂 然而现在 他们心中不怎么担心了 有了牛人部落这个强柱 还有聂严大笔资金的投入 战神部落 还有什么好怕的 所有人心中 油然而生一种十足的底气 横扫你所得逞 强势崛起指日可待 前世战神部落 确实发展起来了 此后父亲 在里面投的钱越来越多 前景一片大好 后来在遭遇凯旋帝国的时候 却遭遇了滑铁卢 从此一败涂地 聂严的出现 让一切的发展 偏离了历史的轨道 凯旋帝国的威胁被解除了 在牛人部落的协助下 战神部落将更加辉煌 看到众人期待的眼神 看了看父亲和母亲 聂严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体 我手上的六家拍卖行 有三家在卡罗尔城 包括卡罗尔城中心拍卖行 卡罗尔城佣兵拍卖行 和卡罗尔城城北拍卖行 有三家在尼索德城 那三家拍卖行 分别是泽兰拍卖行 维克拍卖行 西多拍卖行 至于店铺 目前有点成绩的 也就是星空药店了 星空药店倒是开了不少分店 其他原料店 炼金杂货店等等 都还畏惧规模 不过人才倒是招揽了不少 应该会有一些发展前途 你也言道 将自己在信仰里的经营 娓娓道来 众人越听越是心惊 卡罗尔城这三家拍卖行 你所得逞的三家拍卖行 哪一家拍卖行 不是无数财团眼中的香薄薄 这些拍卖行 未来升至空间 可以预见 无数财团争破头 也抢不到的黄金 资产 竟然全落到了 聂严一个人手里 聂严一人坐拥 卡罗尔城 和尼索德城 60以上的资产 如此强大的财力 着实惊人 另外聂严说起 鼎盛辉煌的星空药店 口气竟是如此轻描淡写 目前星空药店的发展 何其惊人 在各大城市的分店 多达数十家 所处的位置 都是各大城市的黄金地产 目前还在火热地 招聘药技师 很多药技师 冲着星空药店这块牌子 纷纷加入 可以说 未来星空药店 肯定将会是 整个格陵兰最大的连锁药店 单单这家星空药店 就很值钱了 这些东西 竟然都是一个人搞起来的 那这个人 就有点让人凛然升位了 有小言在 战神部落发展无忧了 林牙笑道 老友的儿子有出息 他也是颇感欣慰 聂严扫了一眼 聂父身边那些的亲信 他们正惊危坐 再也不敢将聂严 当成无用的公子哥 看待 他们曾见过聂严几次 聂严看起来很平庸 因而他们心里 对聂严都有点轻视 聂严 唯一能够震慑他们的 就是董事长儿子这个身份了 但是现在 他们对聂严 有了一番全新的认知 刮目相看 聂严在信仰里的一切 不是上一辈留下来的 而是他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 能够从众多财团的 围追堵截中脱颖而出 并够了如此之多的拍卖行 地皮 并将牛人部落和星空药店 搞得如此有声有色 没点真材实料 是肯定不行的 果然虎父无犬子 没想到董事长家的公子 竟然有如此高的成就 是啊 让人羡慕 几个亲信私底下的聊天 让聂父心怀大场 前世聂严从没得到过 这些人的尊敬 一直放浪心海的聂严 曾无数次被人暗地嘲笑 无能 平庸 从今天开始 这两个词将离聂严远去 这是一个全新的聂严 看着这些人尊崇的眼神 聂严感慨颇多 一个人一定要有真本事 才能让人心悦成福 狂贼聂严之名 是最具说服力的 聂严挺直了腰板 心中豪气顿生 整个信仰将是他的舞台 牛人部落之前 接受了龙月财团的注资 大概有30的股份在他们手里 不过 我还是掌握了牛人部落的绝对领导权 牛人部落的实力 我不再多说了 另外 我还掌握了神圣罗马帝国和迦兰神殿的绝大部分股份 如果战神部落有需要 我可以动员起三个公会的力量 聂严道 这三个公会可以扫平一切 横在战神部落前面的障碍了 又是一颗重磅炸弹 让他们一时间有点晕晕乎乎的 神圣罗马帝国 迦兰神殿 这两个名字 说出去 也是声名赫赫 虽然他们的名头 已经被光芒耀眼的牛人部落盖过去了 但是这两个公会 依然是玩家们眼中 遥不可及的超级公会 然而 这两个超级公会 竟然是挂在聂严名下的 这个消息 实在太惊人了 格陵兰的都城 卡罗尔城 俨然是聂严的底盘 聂严在卡罗尔城 可谓是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一手遮天 试问 整个卡罗尔城 还能找出一个 可以被聂严称之为对手的人吗 破天 夜破神棍 都不能了 卡罗尔城 俨然就是聂严的后花园 这些人的思维 半天才转过来 除了这三个公会 我手头还掌握着一个 职业玩家组织 刺客联盟 这个组织目前 发展到快三万人了 虽然没办法像一个公会一样 被我们调动起来 未来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就这些了 聂严道 聂严说 刺客联盟也是他的 众人已经有点麻木了 虽然聂严说到 刺客联盟这四个字的时候 他们也是吃了一惊 如此实力 在整个格陵兰 都是首屈一指 众人议论纷纷 全都在讨论 跟聂严有关的事情 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和兴奋 集团未来的发展 前途一片光明 以后公司的事情 聂严也可以过问 我不在的时候 他可以代替我发言 他的地位等同于董事长 聂父发话道 他的话 无疑是认同了聂严 在公司里的地位 他们赚再多的钱 也只是为了聂严而已 既然聂严这么有出息 他可以放心地 将这一切交到他手里 聂父一言九鼎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表情各异 一个个看向聂严 目光里有一丝讨好的意味 一朝天子一朝臣 未来公司的权利 肯定是要交到聂严手里的 众人一个个打起了小九九 他们想要在这公司里混下去 必须要讨好公司未来的掌权人 听到聂父的话 聂严也是吃了一惊 稍稍一想 便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父亲这是要借此培养他的能力 第320章 降服 聂严把底都透给他们了 大家就像吃了柯定星丸 对战神部落未来的发展 充满期待 那个叫小苏的女职员 正在给下面的人 讲解战神部落的策划方案 下面的人 首先闹了起来 他们都是各大工作室的人 没有游戏币 我们还搞批呀 大家从哪来都回哪去吧 一个30多岁光头的男人 起哄道 就是 没有游戏币 搞什么工会 下面的人 纷纷表达他们的不满 热大一个公司 竟然连几万游戏金币都搞不到 太丢人了吧 一个20多岁的职业玩家 吃笑道 这些人闹翻天了 五个大工作室的头头 脑脑们 却是稳坐如山 不动声色 下面那群人闹事 正是他们就默许的 他们倒要看看 公司的高层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聂严的目光 锁定了前排那五个人 他们正低头商量着什么 这五个家伙 怕是不会那么心甘情愿 为战神部落 效力 让他们留下来的唯一动力 那就是 公司给他们开出的高额薪水了 为了战神部落 给他们开出的高额薪资 他们是不会轻易离开的 大家稍安勿躁 那个叫小苏的女职员经验 显然还不够 碰到这种场面 有点弹压不住了 急得满头大汗 看向聂夫这边 接到消息 让他下来 他松了一口气 大家请稍候 一会 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他匆匆地走了下来 下面虚声一片 场面有点失控 董事长 小苏 弯腰向聂夫鞠了一躬 聂夫点点头 到 我们已经商议出了新的策划方案 之前的策划方案作废 你先看一下 让我上去吧 聂严突然插嘴道 这个叫小苏的女职员 太嫩了点 估计会处理不好 他是策划案的书写者 肯定能诠释得更好 他什么大场面都见识过了 还怕弹压不住 这么几个闹事的小子 聂严朝讲台上面走去 走到了讲台前 扫了一眼那些闹事的人 下面这些人看到聂严之后 一个个露出轻视的表情 难道你们没人了吗 竟然派个十多岁的孩子上来 下面一个职业玩家 嚣张地道 冰封工作室 苍龙工作室 雷神工作室 夜月工作室 火炎工作室的一杆巨头们 都没有发话 他们想干什么 苍龙低头说道 询问另外几个巨头 不知道 静观其变吧 寒冰之语道 他们 现实中的名字 早已很少有人提起 但是游戏明确是声名赫赫 他们实在想不明白 聂严为什么会出现在台上 聂严面旁稚气 看起来最多十八九岁的样子 聂严冷冷的目光 扫视全场 锁定了那几个闹事的玩家 你 还有你 都被解雇了 聂严指着几个人 冷冷地道 这几个闹事的人 不知道是何居心 不论如何 绝对不能留下 你算老姐 叫你们的负责人出来说话 其中一个人不服气地叫嚷道 这时聂赫站起来 寒声道 他是我儿子 他说的话 也代表了我的意见 众人 见聂赫如此一说 无话可说了 但几个被解雇的玩家 不服气地叫骂了一番 但还是被保安请了出去 聂严明白 这些人 很可能是几个大工作室的成员 他们想以这种方式 向战神部落施压 在聂严凌厉目光的扫视之下 加上之前刚被请走了几个人 这些人终于安分了下来 战神部落刚刚起步 还没有发展起来 这是事实 你们想走随时都可以走 我们绝对不会干涉阻拦 我们战神部落 不需要闹事的人 想走 请便 聂严看着这些人 目光在那五个巨头身上 停留了片刻 雷神工作室的头领站了起来 他三十多岁的样子 身材高大 萌眉大眼 穿了一件深黑色的休闲西装 他叫张松 在职业玩家当中 算得上相当有名 是一个元素法师 在游戏里叫狂雷烈火 被一些人号称雷神 他手下的工作室 有六百多人 都是很强的精英玩家 这家伙的傲气和脾气 是出了名的 当初战神部落的几个负责人 费了很大的劲 许下种种好处 才把这家伙请了过来 他进了战神部落之后 拿捏着架子 没少刁难那几个负责人 但是为了战神部落的发展 那几个负责人 还得迁就着这家伙 一个工会有实力 玩家便会自动凑上来 没有实力 还得求着他们进工会 黄口小 这所谓的战神部落 连点游戏币都筹集不起来 还没起步 就这么大的架子 我雷神在这里放下话 战神部落要是发展起来 我张松的名字导着写 张松冷笑 转头看向一众工作室的 头头脑脑门 到 不好意思 各位同行 我张松先走一步 前世战神部落为了发展 放低了姿态 求着别人入会 这一世要有彻底的改变 那种进工会当大爷的 全他妈的滚蛋 这些牛气冲天的人 要是不杀一杀他们的威风 以后必定会更加难以管束 孽延痴笑了一声 道 会有这么一天的 放心 未来的你所得逞 必是战神部落的天下 到时你求着战神部落 战神部落也不会收你们 那个叫张松的家伙 冷哼了一声 扭头就走 会议厅里呼啦啦地站起来 一群人 大概十多个的样子 全是雷神工作室的人 张松等人离开之后 会议厅里安静了下来 剩下几个工作室的 头头脑脑们 不像张松那么不理智 他们待在战神部落 薪资是很丰厚的 犯不着跟前过不去 如果之前 张松带雷神工作室的人 离开 战神部落的几个负责人 肯定会非常紧张 战神部落资金紧张 他们只能给这些人加工资 千方百计地留住他们 先等战神部落发展起来再说 但是现在 情况不一样了 他们有了牛人部落做后盾 资金源源不断 只要有这么大笔的资金注入 提高工会福利 还怕玩家们不进来 再去挖些实力很强的高手 战神部落 很快就能发展起来 这群人总算安静了下来 聂言环顾四周道 留下来的 应该就是准备留在战神部落发展的了 只要是真心留在战神部落的 战神部落 绝对不会亏待手下任何一个员工 关于心经水平 你们想必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说说 关于工会发展的问题 说到这个问题 会议大厅里唯一的几次杂音都没有了 他们聚精会神的听念言怎么说 要是 还像刚才那样 在经济上卡他们 他们肯定是不太乐意的 没有大量游戏币的投入 如果连最基本的马匹配备都没有 战神部落 谈何发展 关于战神部落的发展 我们先期会投入六万金币 给所有人配备马匹 另外 每个星期还会投入大概三万金币左右 另外战神部落 决定跟卡罗尔城的牛人部落合作 你们 凡是在星空药店购买药剂 都能享受九五折优惠 另外 战神部落还在跟很多工作室洽谈中 预计未来还有十到二十个国内一流工作室 加入我们战神部落 我们暂时的目标 是在一个星期之内 从拓拔家的三个工会手里 抢夺到两到三座要塞 聂言站在讲台上道 他说话的时候 自信 洒脱自如 底气十足 听到聂言的话之后 台下众人 包括寒冰之鱼等大工作室的头头脑脑 皆是一惊 战神部落 竟然这么大手笔 一次性投入六万金币 后续每个星期投入三万金币 这在他们看来 是难以想象的 除了少数几个十分有钱的大财团 其他人根本没办法筹措出这么多的资金 战神部落 找到收购金币的渠道了 哪个打金团 能够弄到如此巨额的金币 这把他们吓了一跳 虽然很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但这么大的集团公司 这么多资金都砸下去了 总不至于骗人 这对他们没好处 有了这么大笔资金的投入 加上现实中 又招揽了这么多工作室 战神部落何筹发展不起来 若是还发展不起来 那是一个笑话 张松该为今天说出去的话 毁死了 他们收起了之前吊锒铛的表情 把心中的轻视收了起来 正经危坐 认真地听聂言把话说完 能够在短时间内 收购到如此之多的金币 这背后的人脉关系 就显得十分惊人了 这可不是普通的爆发户 就能做到的 战神部落还才刚起步 便跟炙手可热的牛人部落搭上线了 而且还跟星空药店的老板接上了头 这些都是实力的体现 他们在想 这家公司到底有多大的背景 没有人敢闹事了 想起刚才的事情 一个个背后冷汗津津 像这些大财团 大的集团公司 哪个背后没点过硬的背景 他们真要闹起来 简直是找死 聂言将战神部落的发展规划 细致地说完 没有一丝遗漏 目光扫过全场 这是一种俯瞰的心理 在游戏的世界里 他可以俯视在场所有人 是一种俯瞰的心理